主料 排骨60克 主料 玉米60克 红楼锅两根 哦一小根 鲜鲜香40克 枸杞20克 干红枣6个 将一个花角 盐 准备时间 10分钟内 制作时间 30分钟到1小时 排骨洗净后 晾干水分待用 香菇一定要去地洗干净备用 哦切片备用 红楼片滚刀切备用 玉米掰好备用 先将排骨捉水后 将水倒掉 立烧开水后 放入姜片 花椒 排骨 打掉水泡 等到排骨煮到快脱骨时 加入玉米 红萝卜 薄片 香菇 等到红萝卜 香菇 玉米煮熟后 加入枣片 枸杞 盐 最多一分钟就可以起锅 装盆上桌 烹饪技巧 苍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